欢迎观众朋友 介绍来关心世纪新闻 日前嘉宜大客厨紫尾厢在一次机缘之下 在高厢找到二室多年的百年五月香楼 在京卫高通之后 高厢五岸会 在接种百年没多香楼回关河紫尾厢 现场去办会前的变化以及香楼 按照二室去分开上楼子 日前嘉宜大客厨紫尾厢在高厢 多好在一间高厢物店 看到已经二十八年没多香楼 将来是我们的激动 随着便表示万一种香楼买回来 台湾松河文部高厢五岸会 知道这件事后 在这种香楼没想到 政府给煮米厢出生一段教会 今天非常欢迎来跟嘉宜秦大客厨 我们在米厢举行了百年遗失 我们的古香楼回证的仪式 刚才了解起来非常有趣 是我们的主委的孙子 来到高厢 有看到我们在米厢 我们刚才看到百年香楼 在台湾松河文物高雄武安会里面去看到 也真的年轻的热情 也跟我们主委说 沉蒙了我们高雄 我们这个台湾松河文物协会 也愿意回证 才能够让我们百年的香楼 能够回到我们的大客厨 在米厢 今天非常欢喜 让代表嘉宜市长文明会 参加到这个宪会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廟宇的团形依外 其实也是让我们 也可以见证了我们子卫宫 在我们在地是非常非常历史的大廟 在了在我们在地 跟我们保护依外 其实也是我们的厢天上帝 行为厢天 找到我们这个百年 我们遗失的这样子的香楼 这个香楼是我们清朝道光年间 从我们上面的这样子眼看到 就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今天非常开心 在我们的这个廟宇 可以举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捐赠的仪式 也感谢到我们来自高雄 我们会前的这个中主委 来代表 其实本来是想说要买 我刚才听到主委你说 本来是想说要买 但是这个中主委这边 听到之后 也非常的大器 就把我们这样子的文物 来回赠给我们的指挥公了 我想也透过这样子的交流 也可以牵起我们嘉义跟高雄之间 大家互相的交流跟情感 在我们厢天上帝的百年之后 要让我们自己立刻更加好 这位公是谁的枯公廟 也是跟他们最高努的 幻天上帝廟 庙中正在帝鸭公 以及土帝鸭公的身上 都是在在土家做的时代 原存至今的文物 根据记载 这间庙在土匡年间 便已经存在 中风整在过很多时候的修建 这次能够找回来 一时的古物香楼 是上帝也讲的报道 世心新闻 你也吃 感谢彩虹报道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